以來林姓漁民24號凌晨1點出海 不只是要捕魚還有另一個目的 就是要放生他捕捉的龍公被 漁民表示21號出海時意外捕獲 這顆寬約20公分的活化石龍公被 當時就喊話要出售 捕撈上岸短短兩三天 收到六位買家出價 其中開價12萬的買家希望放生 他也被對方的誠心所感動 於是24號凌晨2點10分出海 在4點左右將龍公被放回大海 海放這一瞬間全程錄影 龍公被最早出現在韓武記 距離現在5億到4億多年 雖然不屬於保育類但人具價值 不撈當日新聞曝光 其實就吸引不少關注 而喊話出售後 不只台灣博物館用臉書發文呼籲 建議不要私藏捕殺干擾 也有不少買家要求回歸大自然 而漁民12萬出售後 也依約海放放生龍公被 為防止龍公被再被帶離大海 零星漁民還特別將龍公被放到 較多暗礁之處 比較不會被抵託網捕獲